众所周知 最近中国女排在香港征战世界女排联赛 与此同时还收获了两个非常好的喜讯 首先是随着日本女排爆冷输给加拿大女排之后 中国女排重新夺回亚洲第一的排名 另外一方面 最近随着荷兰女排惨败输给美国女排之后 中国女排提前三轮晋级巴黎奥运会 如今随着中国女排晋级巴黎奥运会 接下来香港占后续三场比赛的阵容 估计也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和调整 因为大家非常清楚 如果中国女排始终没有确定夺得奥运会入场券 我们自然必须以最强大的阵容迎战德国女排这些对手 争取3比0横扫对手才能够获得更多的积分 从而早日确定巴黎奥运会的门票 但如今既然拿到了入场券 接下来没有任何晋级的压力 对于中国女排而言 与其一直用一套阵容让朱婷他们累死累活 倒不如把接下来的比赛当作练兵 蔡斌可以安排更多年轻球员上场 针对中国女排首发七仙女的阵容进行大换血 还记得之前主教练曾明确表示 朱婷后续在香港站的比赛会得到更多的首发机会 首场迎战保加利亚女排的比赛 主教练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让朱婷打满全场 赛后蔡斌表示 朱婷会继续在后面的比赛首发 这意味着朱婷有可能会领先七仙女 继续征战德国女排的比赛 不过考虑到现在中国女排已经拿到奥运会的门票 朱婷根本没有必要再继续首发 大概率替补待命 本身朱婷的手腕才刚刚好 而且主教练透露过 朱婷作为一位老将体力还是存在着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不如让朱婷和李盈盈这些主力好好休息一下 再加上之前因为过度劳累 龚翔宇曾在比赛结束之后泪洒现场 整个人的情绪都彻底崩溃了 如果主教练蔡斌看在眼里 应该会很清楚 这些主力球员的身体压力到底有多么大 进而选择阵容轮换 让年轻球员扛大量 毕竟从主教练蔡斌上任以来 李盈盈这些球员基本上就没有休息过 替补球员上场的时间十分有限 即便是铁人估计也扛不住 如果中国女排一直这样打下去 阵容从来不变换 无疑会有两个非常大的问题 第一个是像李盈盈这些王牌球员 很有可能在后续因为过度劳累而受伤 影响到巴黎奥运会的成绩争夺 到时候如果中国女排的成绩打得非常难看 不管是主教练还是主力队员 估计都没有办法向球迷和中国牌鞋交代 基于这一点 接下来包括朱婷李盈盈和龚翔宇 在内的首发王牌不排除替补 另外一方面主教练蔡斌 估计会尝试激活徐晓婷和庄宇山 这两个年轻王牌杀手锏 看一下他们在场上可以产生 什么样的化学作用 说不定会给中国女排教练组 带来更多的意外收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